而在这一块土地也看到了 慈禧志工的足迹是在柬埔寨 接民两天 志工将在西北部的菩萨省 进行两天议诊 由马来西亚慈禧人医会 和志工团队跨海来付出 包括柬埔寨店内局 也投入人力协助 议诊前一天 四十二位慈禧志工和人医团队 从马来西亚吉隆坡出发 此行除了携带医疗所需要的 用品和器材外 还有十二张附会床 这次议诊的地点是柬埔寨 菩萨省的哥罗格县 志工提前抵达 为隔天的议诊进行钳制 包括环境整理和议诊现场布置 要玩好用啊 肠胃不舒服啊 通常我们都用这个 这次也是马来西亚第一次 全大马核心的一起来做这次的议诊 议诊都来自马来西亚不同的角落 除了我们华人之外 我们也有我们的马来同胞的议诊 当然也有我们印度人的菩萨 在当地一家国际企业的牵线下 柬埔寨电力局这次也派出人力支援议诊 期待在周末假日两天的议诊中 能服务更多平平相亲 大约新闻 这是美之公柬埔寨报道